新闻万象关键时刻 绿丰法律集团 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 今天发表了就职演说 而这个就职演说表面上看起来 四名八位 但是刚刚看到了 吴总帮我们解释说 这里面对于国家的主权 还有对于建立了一个新台湾 这是过去没有用过的字眼 而且这个过去是非常敏感的字眼 赖清德敢用代表 他已经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而现在中美的冲突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紧张 难道美国希望台湾在中间 扮演的角色更加微妙吗 那现在不但是国际上的一个冲突 而在台湾的政党冲突里面 他今天特别谈到是 我们要用新思维来看待 三党不过败 就代表着朝野政党 各自分享自己的理念 可是关键来了 他特别谈到这两天的立会冲突 立法院的议事运作 应该要遵守程序正义 这个就是这两天 民进党强烈指责国民党的部分 另外一个他强调 多数尊重少数 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他刻意停了下来 底下欢声雷动 我们知道以前 我们在讲这句话的都是 少数服从多数 多数尊重少数 可是他却把多数尊重少数 放到了前面 明天大家都值得关注 因为礼拜五已经打成一团了 礼拜二更紧张的是 不但是在立法院动员 现在连外面的支持者 都开始动员 当外面的支持者 开始动员的时候 里面可能和谐吗 完全不可能和谐 虽然今天柯建民 丢出了橄榄枝 可是那根本就是 恶意的眼泪 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 明天整个立法院 会打成什么状况 而这个互动的状况 会决定 未来四年的潮野格局吗 好 这次一段 你们有两位来宾 加入讨论 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 王月德瑞丁涛 大家好 第二位是台北市议员 苗伯雅 大家好 宇雪 你今天看到了 赖清德的就职演说的时候 你就说 民进党开绿的 民进党明天决定开打了 开打为什么开打 因为刚刚讲的 傅昆琦 你刚刚讲一个非常微妙的事 今天我从委员会送出去 我为什么急着在 4月15号送出去 不顾一切的 这个所谓的压力哦 我4月15号出去 4月15号出去 一个月的冷冻期 就是5月15号 然后我决定干嘛 我就是决定在5月17号 我要大打一枪 我要在5月17号 给民进党一个难开 这个时刻 黄国昌完全配合 黄国昌我们刚刚讲的 他的5月19号 在民进党中央党部的那个活动 是黄国昌举办的 黄国昌策动的 而且黄国昌昨天 那个颜色 那个动作 根本就是办西搜米的 办那个伤势的 我一个是 我5月17号 我给你赖清德难开 我5月19号 我在你家的门口 搞了一个非常 不起立的一个动作 你说赖清德火大了 这中间 没完没了了 对宝贞哥 通常一般总统就任 不管是赖清德 不管是蔡英文 不管是李登辉 不管是陈水扁 他们第一任任期的时候 都想当一个东西 叫什么 全民总统 对全民总统 但今天赖清德这个叫做什么 退无可退 因为你已经踩到我的红线了 今天我们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 傅昆吉在517 在立法院大打出手 民进党弄得 头破血流大 那是一堆挂彩 请问这个叫什么东西 给赖清德赖鞭嘛 这为什么是给赖清德赖鞭 当然吧 这是我今天 国民党跟民众党 我有我的国会的主张 我要有国会的尊严 我提出一个国会的改革法案 那有什么不对吗 我问一下 国会改革无法对不对 听证调查权 请问一下 深受其害的会是谁 未来的行政官员 人士同一权 深受其害是谁 未来的赖清德 以及他的行政院长卓隆泰 包括藐视国会罪 这些做法叫做立法院的扩权 整个立法院的扩权相对于行政院长叫做什么 限缩权力嘛 让你做小行的嘛 等于说你刚刚上任 我官都还没有开始做 你就已经开始给我穿小鞋了嘛 限缩我的权力 对嘛 而且我赶在520之前 对 我就是在520之前 给你送个大礼 帮你的脸洗干净 所以富贵你做这个动作 第一 赖清德 有没有一开始忍下来 有 俗可忍 还忍下来哦 脸书的时候还发文 说说 哎呀 程序不正义 但是还是希望朝野能够和谐 等等等 但第二件事情这个就不一样 皇国昌警接着再做一个组合拳 519的时候跑到你家喜事商办 明明我520要办习俗对不对 宝贝哥是这样什么 520我还要庆祝生日快乐 结果我519到你家干嘛 孝子枯木 哎 浩路白琴 那种白的 用黑的座底 开始给你唱衰 这白的黑的 黑的座底 对嘛 给你拉衰 然后给你一个赖清德 大大的看板 然后这个脸上的阴影还特别明显 说你是芭蕾 说你不要再骗 再给你什么 给你难堪嘛 再保留一个这两件事情 确实都是在不断的挑战赖清德底线 但你知道为什么可以让赖清德说出来 各位这是关键话 他说立法院的意识运作 应该要尊重程序正义 此话言必 底下台上欢声一片 因为知道赖总统要出手了 赖清德不仁了 赖总统要让立法院血流成耳了嘛 各位 再来你看到后面说 宇全你都乱讲 那后面有说啊 多数尊重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啊 赖清德还说 后面还补一句 希望朝野和谐啊 社会安定啊 所以他这个没有这么恶意啊 各位啊 你去看一下过去 是不是曾经赖清德在年少的时候 当立委的时候 他发生什么事情 被打 对不对 是不是有人在路上呢 还是跟人家指证 说你恰哪哭 被人家这个打 对不对 结果后来他还开一个记者会说 他要原谅这些人 他原谅之后 宝贝哥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 这些人被重判 全部被检察官重判 被郑明谦重判 所以不要相信赖清德讲好话 当时 郑明谦 郑明谦是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 当时赖清德被打了以后 他本来想说 我要原谅这些小孩子 这些人年少不知 结果 郑明谦 怎么办 郑明谦现在当我们的法务部长的郑明谦 居然把这四个小孩子 又杀人为谁重判 对 宝贝哥所以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 赖清德 是赖清德是这种个性 表面上跟你讲说 朝野要和谐 但前面最重要的是这个 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这是什么 下令什么 杀 给我打 血流称和 朝野和谐 血流称和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明天想令我给你开个绿灯了嘛 未来明天不管你要怎么弄 反正就是给我大明大放 那宝贝哥 不是要回来有个问题 所以我们想说 赖清德度量好小哦 这个人家给他洗四伤瓣 哎呀人家给他洗脸 所以他就要处理他 跑得跟你却是这样子吗 不是吗 有这可能吗 不可能 因为 他这个牺牲掉的是什么 我的全民众在第一天就会破功哦 我就要往民进党这边偏哦 往540万票 我不当2350万票哦 他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因为这两个人背后 都有共同一个赖清德不能踩的红线 谁 北京两个字 我问一下 傅昆琪 他前一阵子跑到来 他们有北京 他带谁 你是假的 他不是带十级一个立委跑到北京去吗 那好巧不巧 当傅昆琪回来之后 各位 我问一下哦 国会改革法案很重要 我也认同 我也觉得很好啊 那请问一下 谁跟你讲一定要517通过的 谁 有人讲这句话吗 今天大家最不能理解是 你为什么非要517 你要非要517 所以你在整个所谓的程序 你在所有的委员会里面 你讨论都不讨论 你就非要整个队 强度关心 517是一个关键 是谁逼着你非要517的 对 宝贝哥而且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国会改革法案少来 为什么 1月13号你当选立委 对不对 2月1号你就开始运行 那个时候不管国民党 不管民众党 大家就一直在讲 国会改革 对 好 就算你送案 就算你一个月冷冻期 请问一下 有没有办法在4月底 甚至5月初的时候 就开始进行这样的动作 可以吗 可以啊 那为什么要拖到517 那没有理由 没有道理吗 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赖清德要上任了嘛 让他拍摄嘛 对不对 各位 这是第一次解释 那我太想了 我一直在关心说 傅昆琦的组合物到底在哪里 结果重点不在组合物 来 各位 更巧妙的来 你看喔 傅昆琦跟柯文哲 竟然两个人会一口同声说 要不要相信赖总统啊 明天相信他 立法院就不会有冲突啰 为什么 我们相信你给一次好不好 傅昆琦这个李文本跟柯文哲那一串一模一样 他意思是说什么 跟柯文哲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嘛 叫板赖清德 对 他说赖清德 到底是你的意思还是柯建民的意思 你讲清楚 他们再讲一句话说 到底这个立法院 是你在话说还是柯建民在话说的 他们在唱诸嘛 根本就不是温情喊话 这是在给他一次难堪 在火上加油嘛 因为大家现在很清楚一件事情 蓝绿对垒的氛围如此的严重 哪有可能退 你这时候叫退 我跟讲哪一个民进党立委敢退 不就退了回去 现在国民党也没得退了 明天一定是血流成河啦 蓝绿都无言面对江东富老 保证血流成河 但他的起初点我们讲 为什么傅昆琦这么着急 我们从一个点就可以看到 原本呢这是他们讲 5月16号提出来最终版本 那跟各位说声抱歉 因为还不是最终的 为什么 5月16号呢 他们提出来一个版本之后 结果黄国昌自己在直播 包括傅昆琦自己也亲自讲说 5月17号到了晚上的时候 7点8点 我们才会最终拍板的定案 而这个final案 也就是傅昆琦跟黄国昌 两个人共同定出来的 有人这样子弄的 517要表决 就我到前一天晚上516的时候 我才把法案相关的伸出来 然后里面的内容说有啊 我有给你啊 他说保留哥他怎么给你吧 他说有有有有 我到时候我直接放在你委员的桌上 所以各位 来哦 包括倒霉的韩国瑜在内哦 他们是什么时候才知道 蓝白最终final v3的版本 是一路到了5月17号早上的时候 然后放在桌上 你看 整个盒听了 哦原来 这是国众的版本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 可是我们总要消化一下吧 对为什么各位需要消化你知道吗 因为原本国众版本他们的确 他们是直接出委 就是说我直接送出委员会了 也不逐条审查了 因为柯建平一直在乱 好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现在出了一个大问题 整个里面宝静跟你知道几个版本吗 28个版本 一下罗志强的 一下杨琼英的 一下国民党的 一下民众党的 一下黄国昌的版本 结果所有这些版本 我哪知道你28选1 我抽盲盒 你最后抽中哪一条 对 但早上七点才跟你讲 早上七点才知道 但各位 有一个final版本 对各位 你就说 可是民进党以前也常常这样包鬼突袭啊 但是各位这不是重点 你知道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吗 这些版本是谁来决定的 这些版本是谁来决定的 黄国昌决定的 这才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你以为傅昆奇是大坏蛋是不是 不是傅昆奇是大草包 为什么 你现在赶快拿着这个新的版本 去问他说 这个傅昆奇委员 请问一下呢 为什么这样写 藐视国会罪请问一下我们的法则是什么 他可能跟你讲 跟你保证 百分之九九点九九九九 他不懂 他不知道 不然你讲说这个盲盒 这个所谓的最神秘的法案 这个黑箱里面 黑箱里面只有两个人 一个叫傅昆奇 一个叫黄国昌 搞了半天 傅昆奇不但在这个所谓的黑箱里面 他眼睛也被蒙住了 对 我讲傅昆奇 的确我们刚才讲的他好像望恶之手 然后这个北京的意思 但我坦白讲 大草包就大草包 为什么 他根本就搞不清楚内容啊 他要的只是什么 他只是有个面子 你看 如果我们刚才介绍那张图 站在那个台上 双手比出胜利 他就要那个照片 要那个画面 为什么 因为现在整个国会改革的 无法所有的法案 包括孟宗晓琳 他也只是陪衬而已 真正的主导性 真正的主体性 你现在去问这些蓝白的委员 可能都没了那么清楚 都是黄国昌 只有黄国昌搞清楚 这是多可怕一件事 难怪黄国昌 那个直播 黄国昌直接出来fight 都是黄国昌 对 所以傅昆琪要面子黄国昌的理质 来 各位你看看看看 傅昆琪要什么面子 哎呀 我的国面胖死了 哎哟 站在主席台上 哎哟 就要摆 他要这张照片 对对对 黄国昌不要面子 为什么 黄国昌 哎呀国昌乖 小黄乖 哎头发抬 为什么 因为他得到的理质嘛 他是老大 所以如果 我要法案在我手上 所以如果未来这个案件送进去 各位你知道可怕在哪里吗 可怕在于说一个小党 甚至不是一个小党 是一个人 一个立法委员 113分之一 他就可以决定所有未来的立委职权 113位的行驶 甚至是影响到行政院 影响到未来整个赖清的那个 所有的运作跟规则跟更改 所以这才是最可怕的猫腻的地方 好 这两天当然讲 你就直接跟这个黄国昌校正 那黄国昌也开了一个直播说 哎 你讲的都不对啊 那不对 我们讲 我们先不谈那个所谓的花冬的 那个所谓的高铁 正主要是国会的这个五个行政 他说我都上网了 是 我都上网了 那个网上都有啊 那他说 你不是讲说那你早上才中区 那我那是修正动议啊 修正动议都是早上 没有人是 没有人 很多人都没有前面的啦 是 宝洁哥 我告诉你好了 黄国昌不愧是康乃尔的法学博士啊 把这个会议规则里面 可以钻的漏洞 真的是钻的淋漓尽致 你说他在钻漏洞 钻的淋漓尽致啊 今天在节目上跟大家报告啊 过去我们在立法院 看过很多规避审查 规避讨论以及黑箱的 多数党要来恶整少数党的方法嘛 有很多招 我现在一招一招跟大家介绍 第一招就是 程序委员会挡案子 对不对 他说我就是 你是少数党 我就把你的案子挡 六十几次不让你排进来 这招在这一次国会法案 有没有用 有 有民进党委员的版本 在程序委员会就被挡了 第二招 程序委员会就算过关了之后 进到委员会里面去呢 他怎么样呢 我排审 我只排我蓝白的案子 我不排你绿的案子 不给你病案 连让你病案审查的机会都没有 这招这次有没有用 有 第二招有用上了 第三招 在国会里面呢 委员会中心主义 本来大家应该好好讨论 但是他非常厉害哦 他指导司法法治委员会的赵伟吴中宪说 你就把条文念过去 然后你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民进党就举手说 有意见之后呢 他说好 我们本条全部保留 送协商 约会协商 不给他讨论啊 不给反对的意见 逐条上来发表说怎么样反对 也不给逐条的辩论 可是他们想说是民进党一直在找查 民进党没有想要通过啊 这个他没关系 再加来还有一招嘛 政党协商的时候 他们又嫌政党协商的时候 柯建民太多说 他们又讲 柯建民怎么讲太多话了 没关系 反正也不用整合也没有协论 下一招就是直接送到院会去准备他表决 而送到院会的时候 就是刚才雨萱已经有跟大家介绍 最厉害的大招出现了 直接前一天晚上 升出一个新版出来 然后呢 隔天当天表决早上 才把新版热腾腾出炉拿出来之后 一口气覆盖掉过去28个版本 覆盖掉 所以17号讨论 刚才讲 之前你不是晚上做直播吗 我今天在丽宝宇的网站上面 刚才讲16号以前我都已经如猎了很多的讨论 28个 那种假 那种不好 真正的 横空出自 真正在讨论的 17号那天早上开始讨论的内容 都是黄国昌的版本 是的 没错 因为在会议规则里面有提到一点就是 修正动议要先讨论 如果修正动议被表决通过的话 其他的版本都不用再讨论 所以黄国昌送来的这个新版里面 只要是蓝白优势人数通过 那过去28个版本就作废了 就不用看了 所以他是当天早上拿了热腾腾出炉了 前一天晚上才订稿的最高机密 这不是我讲 是他自己讲 他说是最高机密 可是他也讲啦 他说这种修正动议本来就是临时提议 民进党也都是这样干的啊 所以这就是他 我说他康乃尔法学博士厉害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一套可以的话 未来以后修正所有的法案的时候 先随便提几个条文 过过水 把委员会跟这个政党协商通通闯过之后 到了院会 我马上再提一个修正动议 面目全非的 挂进去 直接插队 直接不用排队 不用挂号 就覆盖掉过去大家讨论的条文 你又人数又是可以通过 这就像什么 两个人要结婚 所以你第一次说 以前修正动议没有人这样搞的啦 对 以前修正动议也就是修什么 不要点符号啦 或者说有几个字词啊 觉得这个不是很通顺 我们调整一下 可是黄国昌提的是一个 新的所有的整合版进来 是前一天晚上 他是改头换面的 对没错 两个人要结婚 前一天晚上跑去大整形 隔天到了护证事务所 要签字的时候 才给你看他长什么样子啦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黄国昌说 他没有 虽然没有公开上网 那是立法院的规定啊 他没有上网 也不是他愿意的啊 但是有印出来 发给所有委员 我跟保洁的报告 什么时候发的 晚上七点才发出资本 对 你前面都已经 早上七点要开会 你晚上七点 你的新的最高机密 才发资本给所有的委员看 按照这样的条文的通过过程 当天提出 当天就要通过品质会好吗 我跟大家简单报告 这条文最后我挖出来了 从栏尾那边挖到 你拿到了 对 栏尾那边挖到 其中有几个点 我看的是触目惊心啊 有吗 包括了第47条 他规定说 立法院调阅小组 可以要求 不只是政府官员 还有包括法人 民间的企业 还有民间的一般自然人 要来被调查 意思就是说什么 比如说以后啊 他看我们关键时刻 觉得说 怎么这个 吴子家董事长 他报了一个料 他想要知道消息来源 他可以把吴董叫到立法院去 请你告诉我消息来源是谁 那如果吴董秉持良心说 我不会透露我消息来源 可以怎么样 一次罚十万 第一次不讲罚十万 第二次不讲再加十万 第三次不讲再罚十万 罚到你讲为止 可是他说美国也是这样 他说美国马克 左克 博 也就做听证了 今天包括听到个也做听证 大家不都这个样子吗 老杰哥你点到重点了 在我们今天录影之前 有一条很重大的消息出来 就是美国有三十几位学者 其中包括很大咖 前AIT的处长杨书帝 以及司徒文 发了一个连署的声明 他讲说什么 他说 大多数宪政民主国家 虽然有藐视国会罪 但通常适用于 没有理会出庭作证的船票 或是在司法程序当中说谎 没有任何民主国家 会因为政府官员 在履行被询御乎中 被判藐视国会罪 或只是因为回嘴提出 被藐视的指控 甚至他里面也讲说 对于在野党提出 不符合宪法的国会改革案 感到证惊案悲伤 就是美国人 美国人对这件事 妙是国有这么在乎 对 所以这个案子其实说真的 所以你说一般妙是国就是 你叫我去我不去 我完全不理你 我完全不在乎 可是如果说 今天马克总共博 已经穿了洗澡 以前都穿T恤 我都穿了洗澡 我才会很认真回答 你就不能拿我怎么办了 对啊 TikTok的执行长周寿之 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 讲了一对话 后来被拆穿 他也没有被抓去关 所以你知道 在这个整个讨论过程中 其实平心而论 可不可以讨论 当然可以讨论 而且一定要讨论 我不是说一定不能通过 但是重点是 你那个讨论的过程在哪里 刚刚前面 没有讨论 前面给大家介绍的 这种国会 多数党要来压制少数党的招 以前有没有人用过 有 但是是分别个别用不同招 这一次是整套组合剂 全套用上 从程序委员会 一直到院会 全套用上 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国会 看这么久 第一次看到 这个组合权 就像我们在玩玩具 抽盲盒 一开始上网看 全28种 有28种玩具 我去买 这个盒子买来之后 我缴我的钱 我打开 结果发现 怎么是一个隐藏版 不在公告的目录上 我还要打开 我已经付钱了 我才知道原来条文长这样 你知道吗 在他们蓝白的订稿版 黄国昌拿出来订稿版里面 甚至还有写 国会调阅资料 如果说已经是司法机关调阅 就表示比如说检察官侦办了 竟然还是要给国会调出来一份 这是过去司法院大法官解释曾经讲过 侦办中侦查中的案件 不在立法院可以调阅范围内 可是他们现在 要立法来推翻大法官解释讲过内容 请问这不需要讨论吗 请问这种条文 可以517当天早上7点提案 当天就通过吗 我个人是不认为 这叫什么国会改革 而且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 本来以为说 今天是傅昆 黄国昌是傅昆琦的小弟 现在搞了半天 傅昆琦是黄国昌的傀儡嘛 这个傅昆琦 那像以前县太爷初选的时候 黄国昌旁边的是一个师爷 师爷在旁边为他出谋划策 为他冲锋陷阵 称的是这个县太爷傅昆琦的面子 你说现在517马上给你耐清的难看嘛 521的时候我把这个直接碾压过去 显示他对立法院百分之百控制力 这个对傅昆琦来讲 他在中国面前的身价是水涨船高 那对黄国昌来讲 所以你也认为有中国因素在后面 我认为找不到其他为什么这么急的理由嘛 非要517 刚刚讲的条文你看争议内容那么多 为什么不能好好地提出来之后 让朝野不同意见表达嘛 因为你人数多啊 你全部表达完就算民进党51个立委 通通车轮站 通通上去讲一个小时 最后表决还是你赢啊 为什么就是这么急 急着要在此时此刻 大家真的可以去思考 为什么是在傅昆琦去到北京 见过王沪宁之后 回来就做了一个这么急 而且让人想不通后面到底是什么操作 而且黄国昌他这一次真的是把这十年来 所有太阳花关于公开诉求的透明的诉求 一口气全部违反啊 所以我说这个人真的很狠啊 他黄国昌这一巴掌 不是只是要打在民进党的脸上 甚至是打在十年前曾经一起奋斗的太阳花 所有的战友的脸上 好 后者 这个我后来 我觉得我成不接受 我完全不能理解是 之前他一直想说 我在立法院的这个所谓的公开的网站上面 已经把28个版本 我都公开了啊 你都可以找得到啊 可是最后 17号那天 真正表决的版本 是黄国昌的最高机密 立法院以前比这扯的有没有 有更扯的啦 那个前瞻计划 委员会包裹 委员会也包裹啊 对不对 还给你猪挑头论 通通都没有直接把你干掉啊 那种更扯的也是有啦 但我也必须要讲 就是说 他今天后来这个 你刚才讲 以前这种东西都谁干的 都是柯建民干的 对啊 其实我现在柯建民搞了那些烂事 大家用柯建民以前干的烂方法 回过头来干他 而且有周恩来在 其实已经收敛很多了啦 讲句实在话 现在就是说 你当然可以觉得 我觉得不透明是一回事 跟违反意识规则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版本当然可以讨论 大家可以不满意 但是没有那么洪水猛兽啦 说会影响到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们前面刚才讲的 比如说高端 比如说NCC跟的一些东西 你跟政府打交道 你拿政府的特许 我跟你打交道 我要你的东西刚好而已 我不是说有那个长辈管 他觉得每个人都叫来 我觉得那种困难 但是回过头来讲 就是这个版本就是说 你华国商当然一直都主张的是公开透明 结果你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做法 当然就是很糟嘛 你为什么到最后 我举个例子好了 这个是他们最后 国众两党 这边是国众版 这边是民进党版 这样是我们一般的标准的法案对照表 你知道28个 这边是两个版本 一个国众版一个民进党版 你知道28个拉起来是一个什么感觉 用那个B4 然后还要再缩小字体 然后一大本在那边 就是你一般来讲 那个状况是没办法表决的啦 那所以而且他这一次还包括 他会把民进党的案子挡在外面 所以他真的是等于说 我非要在517要强度观察 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没有道理 就是你党民进党案子 不让他并案 真的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吗 因为民进党的案子 已经排在那个地方了 说像议员刚刚讲的 不并案其实不是常态啦 我跟你讲 以前有但是不是常态啦 就是多少人 你的案子跟我不一样 最后表决就是我的案子过 我为什么不让你并案呢 因为进来才会一并打掉 不然你案子还在外面嘛 一起审完之后 这个案子表决完之后 你这个案子就不见啦 理论说他不并案那件事情 真的不是常态 所以后来不是变成委员会开双包 中嘉宾自己又开一个 说你们那个案子没有把我包进去 我又自己开一个 所以他在这个审查过程中间 留的尾巴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就是说 你今天来讲 就是一般来讲 以往的表决 就是你要有一个主体啦 大家稍微案子要理一理 你才有的表决 我刚刚28个你怎么表嘛 南辕北辙每个 每个讲的不是 甚至同一个条文讲的不是同一件事 你知道 所以那个表决会非常困难 所以以前都是会有一个协商 协商之后部分有结论 好 那就有结论 好 那就照这个通过 没有结论我们要表1234567 这个要有协商 所以为什么 我们前一段在讲说 他完全没协商吗 就是朝野协商里面 他不是只有法案内容 通常还有处理的程序 所以我刚刚讲说 你在排除韩国瑜这件事情 是怪的 因为你排除韩国瑜你怎么去 谁排除韩国瑜 就是他们现在的状态就是说 这个案子 好 急急忙忙丢出委员之后 有朝野协商是党团自己召集 然后也没有叫韩国瑜召集 然后屁股叫韩国瑜叉 那我刚刚讲的 他其实在表决的过程中 会跟你讲说 这几个有条文有 那剩下的我们要怎么表决 以往的处理应该是要这样 王静明实在是这样 就算不同意见 也要讲好处理的程序 不是到了那个现场之后才说 那个 没有错 你可以丢修正东义 这个以往也出现过 柯杰明也干过这事 临时到现场出去 柯杰明什么都干过 临时丢修正东义 但是基本上那个不是常态 就是说 你通常会有一条两条 说临时 行政部门有意见或什么东西 我突然想说 我这个原本修的 我可能要修重一点 还是我要多一点 但是 整本 整本 这种状况真的不多 所以增加国会功能 增加国会 透明度的 甚至我都觉得藐视国会最某种程度是有用的啊 就你不要太离谱就OK 那问题是 你为什么用一个 最不透明的方式 最没有办法让社会参与的方式 国会改革是一个社会参与的东西啊 你应该让更多的 你要有社会的支持 大家才会帮你去挺啊 结果到最后来讲 最后是突然之间丢一个东西出来 而且 而且你再去跟 跟国民党 尤其是对国民党版本 我讲句实在话 你完全没有办法解释这两个落差 对 为什么当初你喊架喊成这样 现在做只要这样 你这种落差这么大 你总要跟我解释一下说 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吧 是当初喊的不对 还是现在这个状况不对 终于有一个不对吧 对啊 现在的状况完全不具体的解释 我觉得这件事情上面来讲 尤其是黄国昌 黄国昌原本你是 公开透明的代表 你当年是把 曹野贓骂到一文不值黑箱嘛 你现在状况是 曹野贓骂是这样 我有开你来不来 无所谓 反正我照表 这个状况真的很难说服 说服一般的民众 好 尤其 刚才讲的这一次 我就觉得怪是 刚刚第一个人讲的 你这个时间上太怪 517 519 刚好碰到520之前 中间会有人很多的一个想象空间 第二个怪的地方是 我根本觉得这三个人 刚才讲 我一直 哇 你怎么会去相信柯建明 另外一次 你觉得赴亏骑做什么事情 我一定会想 你赴亏骑在搞什么 我没有想到黄国昌也这么干 这三个人在搞什么 首先我们讲 而且他们三个人要 都在做一件事情 下空韩国瑜 甩锅韩国瑜 对首先我们从 朝野协商这段话里开始谈 各位为什么这个法案 要如此的隐秘 甚至如此的包裹性的法案 然后一次的把所有28案 统一一案并成 然后直接呢 就在晚上的时候 用突袭的方式 然后隔天早上 立刻进行表决 各位我坦白讲 我们退一万步好了 今天这个法案 如果公开透明 就是说更早 很多人讲说 有啊 它有透明 它晚上 它至少一个晚上可以看 好 没关系 更早 然后上网 让所有的委员 包括 来 我再讲一次 韩国瑜在内 看到这个法案 这个案子难道就不会过了吗 还是会过啊 还是会过嘛 所以他唯一这样做 只有一个目的嘛 什么目的 他仿的根本不是民进党嘛 我讲白了 你民进党不管你提什么案子 就算你统一 他也是会反对你嘛 他会同意你吗 不会 不可能 他就是跟你反对到底嘛 对不对 所以他请问一下 还有一个人不知情的人是谁 韩国瑜 就韩国瑜不知情啊 怪是怪在这嘛 来 再第二件事情 他历次 他其实有经历 非常多的讨论跟草委行商 包括在5月5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找民进党来 钟嘉宾也有来 吴思雅也有来 他最后讨论不欢而散 破局了嘛 破局他就列一个记录说 朝野协商破级记录 但各位不好意思哦 请问一下 这个朝野协商 韩国瑜在不在场 不是 也不在啊 这奇怪 变成国民党党团 所召集的朝野协商 那国民党党团是谁召集了 还复婚旗召集了嘛 对不对 然后再来 好各位 时间又到了5月15号 我们在讲这个法案的历程 5月15号之后 蓝白呢 决定要讨论出 伸出一个版本来 然后那时候呢 他们两个又开始讨论 讨论之后呢 会整出一个版本 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5月16号的最终版 但各位 请问一下 这个最终版是不是 还是最终版 不是哦 这个最终版还不是最终版哦 所以韩国瑜 搞不好有看到这个版本哦 但你看哦 就到了5月17号的时候 他才把这个东西 第三版 对 再修正动议 就端到台面上了 端到台面上之后 才发现哦 原来你们晚上8点 最后公布的版本 讨论出来的决议 是这样子嘛 那请问一下韩国瑜 是在什么时候收到的 要嘛是晚上七八点 也要嘛是早上七八点 跟大家一样 对那请 所以说 韩国瑜作为一个立法院院长 他拿到这个资料的时间 不会比我快一秒钟 不会不会不会 跟记者可能差不多嘛 那我请问一下啦 你理论上作为一个院长 一个新的版本出来了 他应该第一件事情 要做的是什么 针对这个版本的内容 召集 草野协商 来去讨论嘛 那请问一下 韩国瑜的功能 是不是完全消失了 被架空了 因为全权在掌握 这整场大戏的人 各位只有一个人 你知道是谁吗 我知道大家一定想说 傅昆琦对不对 错了才不是傅昆琦 傅昆琦没那么聪明 就变成黄国昌 一个人在玩 黄国昌 所以真的的营武者是黄国昌 对嘛 黄国昌把这个傅昆琦 当作这个赶雷昂 那这个赶雷昂 在以此去逼迫韩国瑜嘛 所以各位 那最可恶是什么你知道吗 当韩国瑜好 他准备说好 是不是他早上说好 那我们来开始召开 草野协商 对不对 那草野协商来的时候 第二个角色又出现了 理论上来讲 今天这个第二个角色 很重要 他叫谁 他就是柯建民啊 那柯建民你知道他做什么事情吗 他如果说真的要实施讨论 他应该要什么 把这个新的条文拿出来说 欸你们这这黑白来的 这第一条 第五条 这十几条 那麟筒 那麟筒 就请问一下柯建民 有没有进行走路到实施讨论的环节 也没有 这三个人各怀鬼胎 各位我们这叫唱三皇 为什么讲各怀鬼胎 复关齐今天的态度很明确嘛 法案内容他都不知道 他也不重要 因为他只有一个任务 第一个我要面子 第二个我要洗脸赖清德 第三个 这两个相加等于 我可以在北京面前要无养威嘛 对不对 我有power 那黄国昌要那目的很简单 他要实质上掌握整个立法院法案的动向 以及整个立法院法案的审查权嘛 但对于柯建民说 欸柯建民这样跟你说不对 柯建民这样有什么好处 当然嘛 有啊 我问一下今天朝野和谐 赖清德会跟谁谈话 韩国语谈话嘛 这院长嘛 我们来瞧一下 处理事情嘛 那我问你 今天朝野破局 赖清德说 程序正义 血流生河 多数尊重少数 这就要完结嘛 要销炮嘛 那赖清德只能跟谁谈话 变柯建民了 我问你 你怎么知道柯建民跟傅宽奇没有安排 你怎么知道柯建民跟傅宽奇没有安排 你不要吓我 不是 保际跟我问你啊 明天如果说柯建民跟傅宽奇 两个要打假球 哪一次过关可不可以 可以嘛 如果要来完真的 拖贴拖拉拖到礼拜五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拖到下礼拜都可以 他拖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再请问一下他会不会 又来 大家又来问赖清德了 所以赖总统 还是程序正义吗 你要不要骂更凶 你要不要骂更惨 那请问一下这不是被尾巴咬狗了吗 那一样啊 韩国语他没有协商空间 全部都不会你说 院长你好软哦 院长硬起来啊 院长你这样子 你有责任啊 一天一天骂 我跟你讲 礼拜二明天 没过对不对 韩国语倒大煤 绝对被骂个半死 如果礼拜五再没过 他连人都不用当了 直接去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如果下礼拜 他直接整个人都废了 那请问一下赖清德 原本要做全民总统的这个想法 是不是也随着日子的眼镜 会开始一步一步 见走偏锋 变得越来越绿 变成民进党的总统 那请问一下对于这两个 我们讲目前正台来讲 声量最大的这两个人 有好处吗 当然没有 最大好处是谁 就是这两个妇科体制 配上一个黄国昌 所以不要 这黄国昌真的在后面 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他在干什么 黄国昌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话 今天这个案子 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走完 就是照理来讲 这个二月一号新国会来上任 现在才五月 三个月的时间 他就来变动 这么大的一个制度改变 这个火车开得非常快 火车怎么开得快 我们都已经看到 司法法治委员会里面 真正的关键人物黄国昌 他配合着国民党 去阻挠真正讨论的发生 只要有意见讨论 就送保留 送保留 这是黄国昌在中间的 因为当时这个 大家有讲到说 为什么民进党 举手44次说要散会 因为主席一直在财势条文保留 会议一直在往前跑 那民进党说 不行那不然散会好了 这样子 条文才不会一条条全部跑过去 那时候黄国昌是关键一票 他在下面跟着国民党一起举手的时候 才挡住了这三会动议 所以这个28个版本的所有条文 是全案打包 全案保留 一条条跑过去的时候 是这个过程 再加上 后来是谁整合出这个最新版 黄国昌 黄国昌嘛 大家知道啊 这个有媒体拍摄到 他5月15号前两天 表决前两天 他还通电话 说 國民党的负责法案的助理 能不能联络到啊 你这个25条 到底是要走刑罚 还是走罚还 这样不行 又有刑罚又有罚还 这个条文写得不好 是他在跟国民党 在讨论这个条文怎么写 他在认稿 如果说今天只有傅昆琦的话 搞不好这条文难惨 有可能会这样子 踩不出来 对啊 但是因为有黄国昌在嘛 所以 517这个大线要到的时候 516深夜宣布订稿了 隔天 可以把这个稿子拿出来之后 直接要透过修正动议的方式 一条条表过去嘛 那这个 议事规则的所有美感 黄国昌非常的清楚 那当然黄国昌 他现在 是要跟国人以及民进党 宣告说 他不只回来了 而且他是关键的人物 而且他是最重要的力量 让他自己的身价水涨船高 为的是什么 他这个立委只能做两年嘛 按照柯文哲的说法 只能做两年的立委要怎么样 未来新北市长 他的细分 他的分量 会不会在蓝营当中 越来越重 这也许他的目的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 报内幕 话题不设限 我是张道合 周一到中 关键此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单眼来上线 关键 10 2 1 2 21 3 10 4